在台湾能源议题向来都是蓝绿工房的焦点 民进党过去不断地强调台湾不缺电 然而行政院日前坦言 北部地区供电不足 电力发展困难 对此台北市长蒋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 不缺电是基本需求 不要因为赖政府的用电规划牺牲产业发展 台湾供电吃紧旅船跳电事件 民进党当局多次重申台湾2030年前不缺电 但行政院坦承北台湾电力不足 且电源开发相对不易 北部确实现在的电力是不足 因为北北基桃也好 整个北部的这个电力的开发确实是相对困难 供需之间的差距差不多有200亿度这么多 台湾北部是人口稠密区 也是政治经济发展中心 如今待政府承认电力不足 让双北市长无法接受 稳定的供电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那中央应该要很务实地面对整体的能源政策 那绝对不要因为要解决确定的问题 而牺牲了产业的发展 事实上台湾电力公司日前才宣布 用电量高的数据中心 未来做要设在桃园移北 台电移律不合准 引发赖政府重南清北政治配电的质疑 国民党批评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让全民受害 民进党不用再凹也不用为了面子问题 我们就直接共同来面对缺电的问题 民进党如果还是不能够放下以前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 或这样子的一个包袱 那我们相信对于台湾 未来整个供电的稳定或产业的发展是很大的伤害 那政府多次挂保证台湾不缺电 如今松口其实北部缺电 也让台湾能源结构的根本问题浮上台面 凤凰卫视 彭世廷 柯志强 台北报道